2月2日,北京冬奥会冰湖混双循环赛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礼方开赛 这也是北京冬奥会首场正式比赛 最终,中国冰湖对混双组合林志·范苏元击败平昌冬奥会亚军瑞士组合 取得中国军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开门红 我们这个晚上这个比赛就是有好球,也有失误 然后这个还是自我调整的,还是可以的 因为在失误之后没有去急躁,然后还是互相鼓励 然后最后用失败过的线路,然后打出了一个最精彩的球 当晚比赛过程十分焦灼,后半场比分交替上升 八局比赛后,双方占平进入加时 在加赛中,中国组合抓住机会,最终拿下比赛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好,就是这种打到加局这种准备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耐心 而且这种局面我们在平时训练中的时候也模拟过,也练过 所以说就是要还是心态还是调整的情况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,中国队在国家游泳中心的同一块场地上 曾夺得多块金牌 林志直言这是一块福地 而对于主场观众的加油助威,两人都感觉到很幸福 这是一块福地,然后现在正好是春节 然后日子也非常好,我们就得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感觉这个观众都非常好,对我们都非常好,非常可爱 对,然后还是比较谢谢这个观众吧